我覺得現在球隊準備的蠻好 畢竟有這個大概將近兩個月總教練已經帶球隊 他的系統跟一些東西也越來越成熟 我覺得我們現在就是有些細節我們還在準備還在修正中 可是大致上球員狀況也都蠻好 那Thomas也剛加入球隊也帶給我們很大的一個進去的優勢 全民主我們知道就是其實開季可能有一段時間會是單陽降 那打算你自己怎麼看這段怎麼樣撐過這段期間 就是本土要跳出來 本土本來就是尤其在Pursley這邊 本來就是尤其在第四節 就是只有一個洋將上完 所以我覺得對我們來講前面這幾場單陽降也是把我們本土給更多的磨練 在他們不管在防守在守另外的洋將或者是進攻上面 都是對他們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練習的一個機會 那我相信對後面的比賽也是對他們也有很好的一個幫助 Jerry Young如果我們知道他就是已經反模 那接下來這個位置上面會補一個 比如說跟他差不多類型或球衝 還是你有什麼樣新的想法這樣子 其實我們現在因為這個 應該說Pursley這邊是可以有三個 可是也只能登記每場只能登記兩個洋將嘛 所以我希望在如果Jerry這邊是確定也沒辦法回來 我們就會也會希望找一個比較全能的可以防守可以進攻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的Chris也準備加入球隊 那再搭上Thomas這邊 他們都是兩米以上 208-215的都是可以打到進去的 那也許在第三個洋將我們可能會選擇一個比較封線型 或者是控球後衛型都有可能 就是比較有一點彈性可以搭配他們兩個 兩個常人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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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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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il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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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無照感謝謝陶淵市政府的知識才可以讓我們球隊 這麼棒的場地可以使用 呃 弗仁.. 弗仁啊 弗仁這部團隊的球隊從2007年遭遇到刺激 我們一共拿下五個冠軍監盃一次的四連盤 那其中的四十二零一七年的冠軍監盃 就是由桃園合約跟桃園執政團一起拿下 去年 Horos League 我們從來的第一個 雖然成績不如一起的影響 但是我們在拼鬥的精神 還有遇到許多多困難的挑戰 都一一的可可 那我相信這也是球衣奔偶所認同 無所謂的心虛 今年我們特別邀請到 環球博士真正舞總教練 以及環球博士連結束第一助理教練 我相信在兩位教練的代理之下 哪有所有無權力的球員一起組織 一定可以拿到好的成績 不只在賽事還有票房 都可以開出亮面的舞盤 謝謝大家 你喜歡玩這個遊戲嗎 對 我只是累了 我沒有想玩 我喜歡比賽 我們只要在這季節上有優勢 我們只要有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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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只要能夠勝出 我們能夠勝出的最終目的 因為我很喜歡競爭 所以還是蠻想下來打 雖然今天有練球 他的身體是比較疲累的 但是為了賽季做早講 我們還是得更聰明一些 就是做整體的調步 所以他沒有下來打 請問一下選擇來台灣打球 他的事件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你會選擇去台灣 你選擇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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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選擇去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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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從來沒有來過亞洲 不管是旅遊還是打球 所以他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他也知道 競爭力是一個很好的聯盟 所以他也很期待 體驗不同的文化 那他應該知道 就是亞洲的球方其實是比較快速 那領航員這季也是特別要打快的 那他自己覺得他在這個球隊 能夠帶給球隊什麼樣的幫助 還有他的優勢是什麼 你知你 他的風格 你也要很快 他在拍攝 我真的看得到 我喜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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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 這風格很好的 如果去看影片的話也就知道他是一個速度很快的球員 那不管再轉換進攻障還是分享球 他都是很樂於分享球還有參與快購的 所以他覺得其實會很適合現在我們林航園的球風